老师们刚才有一个结论 就是要跑 你自己去考虑 男生也是一样 其实女生走了 也不要怪他 埋怨他 留下来就应该 好好地感激他 好吗 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两 我觉得我以前做了太多 太让你委屈的事 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 听到四位老师说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 把这些毛病改掉 如果我再有一次这样的事情 你就可以离开我 你改得掉吗 改得掉 而且我平时 可能有时候真的是 没有太关心你吧 但是通过这次 这件事情之后 我心里面 一定会首先把你 晃在第一位的 然后有什么 我也会跟你说的 不会去迎合别人了 也不会去跟人家这样了 跟人家哪样了 就不再去讨好别人了 所以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了 我考虑一下吧 好 谢谢两位啊 请回 请回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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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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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女生还是会出来 不出来 现实生活早就分手了 何来这里 让你认清楚啊 他的这个东西很难改变 所以你那个爱还够不够强 你自己想明白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我们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幸福时刻 各位请见证 对不起 以前有太多事情 让你受了委屈 从今天起 我就一定把这些毛病改掉 希望你能再给维持这样的机会 好 请亮灯吧 好好对人家姑娘啊 客服啊 老师们说的一定要记住啊 一定要改变 要不然你的人生会吃亏的 好吗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所以性格上的东西很难改 他走到一半的时候 他已经想好一定要回头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拉着女生回头 但他恰恰忘记了 应该帮那个女生拿那个礼盒 没关系嘛 慢慢来嘛 今天已经意识到了 照此改变嘛 会有进步的